四十年前,四十岁的吴启华在拍摄电视剧《侠一传奇》时,与年仅十九岁的演员石阳子一见钟情,而后两人陷入热恋,直到去年年级注册,在香港领取了结婚证。 去年年底,在内地的一个综艺节目现场,吴启华在全场数百位观众的见证下,当场向女友求婚,女友是杨子也欣然接受。 我们都没有,但是,我觉得我的副奖的话,我的誓言才是最重要的。 突然主持人去信也不给我拿一句话,因为那个时候我拒绝了,好像也不好。 虽然感觉吴启华如今准备安心过日子了,但是过去的那些年头,吴启华的绯闻可是一直没有断过。 早在七年前,吴启华与金小巧被传因为一起参加节目录制而一见钟情,随后两人出双入队,使得他们已经热恋的消息越来越真。 直到两年后,更是传出吴启华与金小巧即将结婚,紧接着香港媒体又爆出吴启华和香港女星罗永贤走得很近。 五年事件过去了,曾经被媒体塑造成花花公子的吴启华,如今却决心结婚成家,做一个安分的男人了。 跟她能够认识也是一种缘分,我觉得这个女孩,我觉得她可以当我的妻子,也可以适合当我的未来儿子的,或者是女孩的妈妈,那就行。 其实吴启华与施阳子相恋时,女方还是中北英皇演艺学校学生,而后施阳子完成了已清约的几部戏,就彻底放弃了演艺工作,专心做起了吴启华背后的女人。 对不起,对不起。